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再有两个月就满一百岁的爱丁堡公爵 堪称现实生活中的最佳配角 自从1952年伊丽莎白正式登基为女王直到离世 菲利普亲王陪同和辅佐伊丽莎白女王 共同走过了大英帝国几十年的荣辱兴衰 经历了许多家庭变故 并见证了20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小心翼翼站在权力金字塔边缘的他 经常有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幽默吐槽 也因此赢得英国朝野的喜爱 有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官邸悼念 甚至政治观点两极的英国主流媒体 也难得的站在一起 对菲利普亲王的逝世表示哀悼 称他是女王的支柱 王室的靠山 遗憾的是 女王夫妇的传统保守的家庭观 没能被他们的子孙们好好继承 这些年不时传出的婚变丑闻 搞得王室灰头土脸 这恐怕也是英国民众怀念过去好时光的主要原因 顺便提一下 菲利普亲王的二孙子哈里也宣布将赴伦敦奔丧 但哈里夫妇不久前接受专访抱怨王室生活的时候 99岁的菲利普亲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不知病榻上的爷爷 看见电视上不孝孙子的这段采访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再来看国际关注的美中关系 4月8日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共的重磅法案 2021战略竞争法案 该法案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南德斯推出 并以获得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将于4月14号提交审议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 将把美中关系开上全面对抗的快车道 这个长达283页的法案内容主要包括 为印太地区的安全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 并列为优先要务 以应对中共的军事挑战 议案建议对参与种族灭绝迫害的中共官员进行新的制裁 立法要求每年拨出1000万美元来支援香港的民主 法案还要求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取消美国与台湾官员互动的任何限制 采取措施杜绝中共侵犯知识产权 打击中共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径 审查与中共的金融交易 是否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法案也可称之为踏破底线法案 因为其中的每一条几乎都曾是中共画下的所谓不能触碰的底线 尤其是涉台涉港涉疆部分把中共的底线都踏得稀巴烂 更让中共颜面扫地的是 与法案相互应 美国国务院4月9日公布了美国行政部门机构与台湾同行互动的最新指南 该指南放宽了数十年来阻碍美国和台湾外交官会面的限制 包括美方官员也可以参加具有象征意义的双向元的活动 因为双向元曾一直是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官邸 这意味着距离美国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仅剩一步之遥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出乎意料的中共的战狼们却异常的安静 既没有破口大骂也不说制裁报复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只是毫无底气的复读之前的八股巨势 称中方在中美关系以及经贸、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方对相关法案表示坚决反对 其怂软无力的表现还不如我们的大实化发言人来的硬气 还记得毛泽东当年骂美国的那句话吗 现在美国可以还回去 即中共这个反动派不过是只只老虎 首先我们对吉尔吉斯坦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沙基洛夫 在接种中国的新冠疫苗之后死亡的行为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不过这事反对也没用啊 反正我党对此很不高兴 其次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总理和总统打了中国疫苗后 却双双验出病毒反应阳性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不承认 这都是对中国疫苗的故意抹黑和恶意诋毁 毋庸置疑啊 我强国疫苗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 除了负作用都是正作用 除了打完就死了的 还都活着呢 至于吉尔吉斯坦外交部副司长沙基洛夫 打完中国疫苗死亡 和巴基斯坦总理总统打了中国疫苗后中招 这说明几国人和巴国人的身体素质啊 真是太差了 都没有我强国国民身体素质好 这也说明我国生产的各种有毒食品 对增强我强国人民身体的抵抗力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变长百毒的中国人 岂能被这点毒疫苗打倒 所以你们在我国媒体上 看不到任何一例我全国人因为打疫苗出了问题的报道 因为压根就不许报 要报只能报 我们一起打疫苗 一起喵喵喵 伸出胳膊擦点药 哎呀喵喵喵 不好意思啊 让大家起鸡皮鸽子了吧 好了 先来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美国国务院4月9日公布了美国行政部门机构 与台湾互动的最新指南 新指南将使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地与台湾官员会面 声明中还说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 也是国际社会中的一股正义力量 请问对此您有何回应 中美必有一战 看来离这句话应验的那天越来越近了 大家都知道 解放台湾是我党从未放弃的目标 而且如果哪个领导人能做到 他将永垂不朽 不是说的 他将永宅史册呀 所以哪一家领导人都做过统一梦 但也就是个梦 醒来啊想都不敢想 因为一没崛起 二有美国 但现在不一样了 好大喜功的习大大 身边都是那些只会说好听话的奸臣 让他觉得可以平视世界了 加上拜登政府软弱 可能不会出手帮助台湾 所以我党就足不升级对台湾的威逼打压 测试拜登政府的底线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军机频繁绕台恐吓 军舰航母对台湾也形成包围之势 没想到这一下把美国给惹毛了 再不明确表态 不仅美国人觉得拜登简直就怂到家了 就连其盟友也觉得美国靠不住了 将是美国失去国际老大地位 所以美国才不仅明确表态 保护台湾 甚至派罗斯福号航母驶入中国南海 以我辽宁号航母形成对峙 排名第一的航母和排名最尾的航母相遇 也叫对峙 当然 实力确实相差悬殊 但雷雷碰到泰森 也叫对峙嘛 回到你刚才说的美台新指南 这就是升级对台关系 从现在情形来看 也许等不到他们护士大使馆 中美就会开战了 我倒想问一下你们 这雷雷碰到泰森可以挺几秒 好 下个问题 这位记者 在中共与欧盟关系陷入低谷之际 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4月7号通了电话 习近平这次与默克尔进行电话沟通 显然是希望中欧关系不要继续恶化 为挽救双边关系再做一些努力 请问为什么习近平给默克尔打电话 而不是给欧盟其他国家领导人呢 因为默的妈是我党的好朋友啊 众所周知 出身东德的默克尔 是欧盟中知名的侵华派 在他担任德国总理的这十几年间 访问中国几十次 比一般中国人走亲戚的次数都多 筷子比我用的都熟练 亲情啊 这是其一 其二 在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中 德国是最大的经济体 在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中 中德贸易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中国联系五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搞定德国啊 基本就能搞定欧盟 所以啊 要诱之以利 第三呢 默的妈是欧盟轮值主席 谈了七年的中欧投资原则性协议 就是在默的妈的权力助攻下才达成的 现在搁浅了 她也很没面子 懂了吗 这亲情 利益 加面子 瞄准默大妈的软肋 把她作为突破口 但一尊这是一厢情愿了 我党逞一时之快啊 对欧盟制裁和战狼外交官最近在欧洲的流氓表现 已经让欧盟国家彻底死刑了 默大妈也无力回天了 恐怕她再也不能来串门吃烤鸭了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个记者 美国商务部8号宣布 已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 添加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 指这些实体参与建造中共军方使用的超级计算机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请问你党对拜登政府继续维持 川普对中国的强硬贸易立场是否有些失望 美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 由来已久 但我们不怕 美国的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发展的步伐 因为我们会偷啊 这些人 我国超级计算机越居全球领先地位 靠的是什么 还是偷啊 你以为我等的千人计划只是拉了关系 吃吃喝喝吗 那可都是我党在世界各个领域培养的科技间谍呀 当然 由于欧美国家的逐渐清醒 现在偷点东西啊 是越来越难了 尤其是美国 本来指望拜登上台后啊 能一改川普对华政策 放我党一马 谁知道这老糊涂啊 在美国国内其他问题上糊涂 可在对华政策上 却一点不糊涂 完全延续了川普时期的强硬政策 制裁清单还在加长 看来我党得启动魔鬼二号计划了 让拜登在白宫呆不成 刚才是我不小心口误 大家就算没听见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了 关于总统任期的法案 根据该法案 普京可以在现任期于2024年结束后 继续参加总统选举 如果竞选获胜 则有可能连任至2036年 那时普京已经86岁 而习近平与普京只相差一岁 请问 请问 你是想问 中俄这两个皇帝 谁穿的衣服更新 更漂亮 是吗 中俄这两个皇帝